接下来的三条视频我们将在评论区或者私信里随机挑选 挑战拍摄 挑战拍摄 哈喽大家好 时隔一周 我们又出来更新了 从发第一条视频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之所以发视频呢 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人对我们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嗯 有一些不好意思问的呢 就会在我们的身后用很大的声音去去我们 加上找工作呢 有很多用人单位对惨状人士不了解 所以不敢聘用我们 所以我和老条就决定一起拍一些视频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生活 第一条视频发出来之前呢 根本没想到会有人看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一条视频竟然有几百个点赞 还收到了很多温暖的评论和私信 我的天哪 两个月下来呢 我们现在也有了几百粉丝的支持 属实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呢 现在我们遇到了瓶颈 后面不知道拍啥了 我太难了 虽然短视频小白 我们不懂什么拍摄手法 也不懂什么五秒完播两秒停留 我们的设备只有这些 和时间并不充裕 但是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影响力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心 所以在这里真诚能向大家提问 对于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呢 或者有什么想要更了解的内容呢 欢迎大家 收信还有评论告诉我们哟 来呀 来呀 你 你 字幕提供